各位好,可能你看到这个题目 你会被吸引了,进来看吧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快走 听多我说一两分钟 事实上我这是一个讲座 我将会在下个星期六早上说来的时间 在网上搞这个聚会 就是怎样去跟对信仰有反感的人士传福音 基本上如果你听到这个内容被吸引下来 可能你就会有个心里面就会想 其实还能做到的 但是因为这个题目也是表达一件事 就是你对信仰有反感的人士传福音 就是说对一些最难信耶稣的人 来传说耶稣 为什么我敢跟大家分享呢? 先带个头盔吧 其实这个讲座是希望大家去正视一个情况 你看到耶蜜、耶稣 或者是有些人用一些字眼去形容基督徒 你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首先要接受和正视 现在是有很多人 对信仰、基督徒、教会来反感的 那么我也会分享 崇基神学院去年有个报告 就是说到一般来说 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查报告的统计 究竟他在香港基督徒 究竟香港在一个社会运动2019年之后 以及在疫情之后 那些人对信仰的感受是怎样呢? 那个态度是怎样呢? 是好了还是差了呢? 我觉得他们做了很多功夫之后的数据 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 就是从那里做起点去看看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面对这个问题 那我的讲座会用几个角度来处理的 一个角度就是除了要正视了解 究竟现在的社会 无论香港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 对于有信仰或者基督徒的反感 那我们要正式面对这个问题 那我们真的去处理 那另外呢 就是也都去想一下 其实我们自己会不会成为 别人的那个半脚石 原来使得对信仰反感的人 就是你自己 会和大家去体会这件事情 那也都会分享一些 那些最初是对他信仰 来到他有反感的人 后来他怎样信主呢? 我想这些个案呢 不是说很多很多 但是我都会看到 在我和太太这个讲座里面 会分享我们过往有一些 接触这样的特影姐妹 有些朋友 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 所以他们的历程是什么呢? 而在那些个案里面 我们看到些什么呢? 那也都会分析一下 就是说对信仰反感的人士 那你说有反感的很普遍 因为反感我想跟大家去看 有不同的程度 有不同的范围的反感 也都要仔细看一下 它有不同的时段 可能会特别对基督教反感 还有我们用什么 就是当看了之后 有什么质素 一个基督徒 或者甚至是有什么 去传呼音说话的技巧 去和这些人去聊天 会探讨这些事情 事实上我们 就是最后 我们是感受到这个 这个题目所表达到的一个需要 也都不是说只是靠自己有什么技巧 当然是靠神 但是希望也都在这个聚会里面 使得把这个话题去带出来的时候 不要想着传呼音有时候是这么容易的 倒回来说这件事情 最难的人我们怎么去面对的 其实相对来说 容易传呼音的人 我们就会做得更加好 对不对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 报名的连续 就在我的视频的解说里面 大家可以继续去报名 其实也有限额的 最多是500人 现在已经有300多人了 希望大家可以去报名 到那时候就多说一些 希望跟大家可以在那里 也有Q&A的 可以有互动交流分享 最后一句 希望大家不要只看了题目 就觉得只是坚明 而是我很开心 如果你们报名 一起来到去参与 这个讨论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一个平台给我们彼此的支持 去了解去面对一个这么困难的 传呼音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都愿意去面对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加把劲 不怕困难 是这样的意思 希望大家可以给予鼓励 好,不说了 下次再谈,拜拜!